各位朋友你們好 你們有沒有在家試試包水餃 或者餃子或者雲吞 我很少做這件事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媽媽做了就給我 或者我就去超級市場買 突然之間我的心很想試試自己包 所以我就買了些材料自己包 你看看前面的材料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想做一個最普通的菜肉水餃 材料就是這幾樣東西 我之前買了一包水餃皮 但是它是用那些法寶膠包著 再加一個保鮮紙包著 誰知買到回來想拍的時候 它就發了毛 所以我以後都是選擇 買這些獨立包裝的 那我可能會好一點 這裏就是大概過半左右 過半夾子 真的很便宜 那如果你過半買到的 很少會想自己做的 當然如果手藝好的人 當然會說我自己包製餃子皮 是不是 那我就這次不試了 將來有機會我多一點時間 我就試試自己做個餃子皮 這些雲吞皮 那不如我們說一下我們的材料 材料就是 你也知道我做的事情 都是想盡量減易減化的 有要求的可以自己買肉 自己剁 買一些半肥瘦的肉 或者叉燒肉 什麼都可以的 那我就買了一隻 這些素材的豬肉 它就是偏瘦的 但是如果你說我想吃肥一點 那你可以選一些很肥的 都沒所謂 因為有油脂其實就真的好吃 但是看你自己的情況 另外呢 菜肉餃 我這裡有些高麗菜 撕了片 就是這樣 有蔥、薑和雞蛋 加些調味料 就可以做到 好 我們開始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做什麼呢 切碎它 然後放些鹽 讓它逼出生的味 還有 弄走水 因為放了鹽 然後它就會飆水 我們現在先做這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 我的薑和蔥 不是直接進去餡料 是要做薑、蔥、水 這樣令到 把水打進餡料 令到 這個 水餃 就會有很多汁 很美味 那就要做這兩件事 那我們現在快點開始吧 首先我們切碎高麗菜 已經洗乾淨了 你可以用食物調理機 去打碎它 但是如果你說 這麼少 就自己切 就這樣切碎它 最好切碎 越碎越好 越碎越好 放進去 然後我們下一點鹽 很少就可以了 放進去 這樣等它靜至幾分鐘 它就會出了些水 順便 它就會 會把 它有 可能生的味道 都會 出來了 這樣就可以 讓它放進去 現在我們就做了一個 薑、蔥、水 很簡單 就要薑和蔥 薑就 洗乾淨了 這些薑和蔥都 然後我把它切開 開去 不用太多 一塊 再加上我這些薑 都是自然的薑 它很濃味 這樣就把它切 遲了我 這樣就可以了 放進去水裡 另外就是蔥 把它切開去 切開去 切開去 然後就放進去 然後就是用一手 就去挪它們 讓它的味道出來 我們就用這個水 洗乾淨 用這個水 就放進去 餡料裡 不做得不行 可以 你可以放普通水 或者是 雞湯 蔬菜湯 這個 是有什麼用呢 就是 當然 就是 薑和蔥 可以癖味 又有的香味 二來就是可以 放進去 肉裡 就令到肉 多汁了 如果你的肉 一點水分都不下 它就會很乾 蒸出來 或者煮出來之後 如果我們加了這些 這些水 它除了有濕之外 它還有香味 好 把薑和蔥水 放進去 現在的高麗菜 它已經 出了水 那我們就是 拿乾水分 它出來 壓一壓它 我們現在開始了 首先 我們就把肉碎 放進玻璃碗裡 先把肉碎 拌開 然後 我們可以 逐少逐少 加些薑蔥水 再放進去 有些黏性的 我們繼續 慢慢再下 繼續 放進去 肉 一茶匙 四分之一茶匙 鹽 還有一茶匙 醬油 其實都不太多 全部很少 調味 全部放進去 然後 喜歡的話 可以再加少許胡椒粉 不過 胡椒粉 真的放很少 不用加太多 看看你自己喜不喜歡 胡椒粉的味道 但我 一般 所以 放一點點 放進去 少許 現在 在外面吃東西 無論點心 煎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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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放很多 胡椒粉 弄得 好像以為 粵菜 只有胡椒粉 味 但其實不是的 我們知道 可以放一些 麻油調味 不喜歡放都可以 不放 放少許 幾滴 你看看 現在很黏 變成一塊 像漢堡扒一樣 一段時間 我們就可以 加雞蛋 加半隻 我這裡的餡料很少 所以我加半隻雞蛋 這個餡料很棒 最後 你就可以 這個肉的部分 完成了 然後你就可以 放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進去 例如 如果我這樣 放菜肉絞 放菜 放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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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蔥 放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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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心急的話 就可以這樣包 如果開心一點 想再美味一點 我們可以放蔥 放蔥 放蔥 30分鐘才包 好 回來了 我們就開始包水餃了 看看你喜歡包哪個方法 你家人教哪個方法 我沒有跟過家人學 看這個最簡單的 夾起來 這個就是這樣摺 這個就是這樣摺 看你喜歡哪一個 然後就包 現在 既然大家一起做 不如一起做 好 然後呢 我們就開始 一起做 大家看著 不是教 一起做 看我做得如何 我這裡大概 這麼大塊皮 我大概放 半個匙巾 多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呢 因為這種是時秀皮 不是你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很軟的 可以立刻自己 捏起來 但是呢 因為外面買的 它有陳粉 在這裡 你直接捏起來 它不黏的 所以要加少許水 這樣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 就是這樣 一隻手指推 一隻手指按 就是這樣 出來的餃子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樣的 它呢 可以 坐在這裡 可以煎 又可以蒸 又可以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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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你喜歡怎麼做的 這個是我 這麼多個的那種 我喜歡過我的樣子 但是呢 如果說很簡單 快手呢 就是 就這樣 一 砍下去 就包著它 現在也是 減少許水 原來的包法呢 就是 很簡單 夾平它 夾平它 一顆 它就是一個 可以做在這裡 或者你喜歡的話 可以這樣 接著它 這個就好像公仔頭一樣 外面也要稍微水切著它 看看你現在要做什麼樣子 好 餃子已經包好了 我 我看一下 差不多 有不同種的樣子 有不同的摺 痕 接著我們 就 煮了它來吃 它是 煮 煮 但是他要加一點油 點油 它的醬料 先試一下 首先要先煮只是煮的水 大家都應該是煮餃子 煮的 我們便會煮餃子 我們用餃子 什麼樣子都煮好 螺蟲放入去後鬆一鬆開 不要讓它黏在底部 然後繼續煮 滾起雞蛋黃色 滾起雞蛋黃色 在這個時間,加少許水 繼續煮 割兩次冬水 水滾起雞蛋黃色 水滾起雞蛋黃色 再倒一次水 水滾起雞蛋黃色 其實不是太多 放少許 然後再煮 煮 再滾起就能吃 確保內面的肉都熟透 好,上次煮滾了 現在餃子可以拿出來 可以吃 看看樣子 好,餃子已經煮好了 讓你們看看 你們平時怎麼吃餃子的? 你怕它黏著,可以加少許麻油 但我會放在這裡 平時我喜歡 加少許麻油 少許麻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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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醋 加少許麻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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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吃餃子的方法 平時吃水餃子 看看你們喜歡怎樣 然後拌勻 拌勻 然後我可以放進去 拌勻 你們呢?你們喜歡怎樣吃的? 就這樣怎樣吃? 還是怎樣吃? 很多餃子 留下10隻就放在冰箱裡 放在密實盒裡 可以放在冰箱裡 可以放一個月 先試吃 有很多汁 有很多汁 而且不粗糙 這是我的 整個都是我的 好吃 今天和你分享就是這麼多 新年的時候吃餃子 原來都是有寓意的 寓意就是因為餃子 好像一個元寶 所以你多吃餃子 整個屋都是元寶 元寶滾滾 大家今年新年就會發大財 希望大家今天身體健康 我們有健康 就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然後就可以找到你們想追求的事 例如金錢、地位 我都希望你們心想事成 萬事如意 新年行好運 下次再見 拜拜 其實包得這麼美 又好 不美又好 出來都差不多樣 有什麼不同呢 請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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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